暗影豌豆 大招暗黑核弹闪瞎狗眼 还能变成地狱吞噬者 轻松吞噬十阶僵尸 幽木投手 子弹开花 僵尸犹如掉入牢笼 只能困兽之斗 都是暗影植物 一个金卡 一个子卡 它们之间差距会有多大 一到五阶 究竟谁更强 本期就来详细测评解读一番 大家赶紧点赞 三连上车吧 它们职业都是远程输出 暗豆冷却5秒 幽木冷却10秒 暗豆阳光200 幽木阳光200 阳光一致 冷却有些许差距 接下来看看它们一到五阶技能介绍 和具体实战成绩 首先是一阶暗豆的基础能力 普通状态下 它会以约1.4秒每次的频率 发射暗影子弹 暗影状态下 会以2秒左右的频率 发射暗影激光 并对本行的僵尸 造成持续数秒减速效果 如果僵尸进入到它前方一格 它会潜入地底 僵尸踩到它的脑袋 就会将它拖入深渊 和它同归于尽 如果在暗影状态下 可以拖走最多四只僵尸 来看看实战成绩 一阶打四戒 消灭了所有中小型僵尸 巨人僵尸暂时还没丢小鬼 一阶幽木的基础能力 僵尸出现在前方时 它会以约2.9秒每次的频率 向前方投掷子弹 子弹无论命中还是落地 都会对周围造成建设伤害 在暗影状态下 可以同时对三航发动攻击 也就是投射三枚子弹 实战成绩来看 并未消灭所有中小型僵尸 因为五路还能看到 有一个机械路障存活 目前暗弯一分 幽木零分 然后是二阶 暗弯的特性是 暗流弹 有10%的概率 发射一枚比普通子弹更大的引流弹 对单格内的僵尸 造成180点伤害 如果是暗影状态 就是发射一道伤害为315的引流激光 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 二阶的激光比一阶更粗一些 来看看实战成绩 二阶打四阶 个别巨人丢了小鬼 但是貌似并未消灭一个巨人 二阶幽木的特性是荆棘眩运 有10%的概率 扔出一个大子弹 可以眩运被命中的僵尸 1.5秒 大子弹的伤害随阶级提升 还可造成与普通攻击一致的建设伤害 实战成绩来看 还击杀了一些巨人僵尸 这次幽木扳回一局 目前暗弯一分 幽木二分 接着是三阶 暗弯的特性是引爆弹 引流弹概率提升至20% 攻击力提升至240% 暗影状态的引流激光伤害 提升至420% 而且激光明显更粗壮霸气 哇 那这么得了啊 来看看实战成绩 三阶打四阶 巨人倒是很多都丢小鬼了 但是击杀的巨人貌似寥寥无几 三阶优木的特性是荆棘危机 大子弹概率提升到20% 伤害增加到160 眩晕时间依旧是1.5秒 实战成绩来看 比暗弯成绩好很多 二路三路就差一个卤之身没消灭 目前暗弯一分 优木五分 到了四阶 都是能力觉醒 暗弯重置时有25%的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 向前方发射三枚鬼影球攻击僵尸 如果场上月光花数量小于两个 鬼影球的攻击范围为3乘以3 如果等于两个 攻击范围为5乘以5 如果大于或等于三个 攻击范围则变为全品打击 普通和暗影状态的大招效果有所不同 暗影状态下的核弹更炫酷 蘑菇云更庞大 装扮效果 额外增加一个鬼影球 来看看实战成绩 四阶打四阶 在5个大招加持下 狂轰滥炸 轻松通关 也就损失了最前面5个植物 四阶优木重置时有25%的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 投射4个爆炸花苞 对3乘以3范围内的僵尸造成300点伤害 并在0.7秒后 对范围内的僵尸再造成50点伤害 装扮效果 额外增加一个爆炸花苞 并且还能眩晕僵尸2秒 实战成绩来看 在大招的加持下 还是没通关 这次又换成暗弯扳回一局 目前暗弯5分 优木5分 这下打了个平手 就看5阶谁加分了 最后是5阶 暗弯的特性是追光流影 普通攻击有80%的概率 发射暗影激光 暗影状态下击杀僵尸后 有30%的概率 生成一个范围为 一格持续4秒的黑洞 可以吞噬经过的中小体型僵尸 来看看实战成绩 5阶打4阶 没有大招加持 加上小鬼很多 落地就当缩头乌龟 最终被小鬼偷家 5阶优木的特性是纠极缠绕 子弹外观发生改变 变成紫红色的球状 并且有25%的概率 在建设范围内 随即生成生命值为1000的种子 接触到僵尸后 会形成可以困住该僵尸的藤蔓 在藤蔓被其他僵尸击杀之前 该僵尸都不能行动 实战成绩来看 5阶致变 轻松通关 最终暗弯5分 优木10分 最后总结 在本次挑战赛中 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最终还是优木投手获胜 那么谁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呢 欢迎评论区说出你的内心感受 下期测评什么植物 可以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关注评论